25.中國新聞社 九元航空新增4條航線10座城市九元可達 2015年7月15日財經頻道中新網廣州7月15日電 國軍陳麗占 記者15日從中南地區首加低成本航空公司九元航空獲釋 即日起 九元航空正式開飛廣州至烏魯木齊 廣州至海拉爾、南京至海拉爾和重慶至海拉爾4條新航線 最低票價均為九元 至此 九元航空通航城市已達10座 接下來 九元航空將持續不斷地投放九元、九十九元等超低特價票 新開的4條航線除了票價繼續保持低成本航空的本息外 還在不少地方頗具量點 其中 廣州至烏魯木齊航線是兩地之間的首條低成本航線 九元航空相關負責人表示 九元航空所有航線的最低票價均為九元 本次新開的廣州至烏魯木齊航線也不例外 班次方面 廣州至烏魯木齊航線逢週一、週三、週五、週六執飛 當日往返 十五日十四時五十五分九元航空AQ1069航班順利抵達重慶江北機場 標誌著其海拉爾至重慶航線正式通航 這是重慶和夫倫貝爾之間的首次通航 航線開東後 重慶市民可直達夫倫貝爾市中心 行程為三小時五十分左右 該航線逢週二、週三、週五和週日 另外 廣州市民此前飛海拉爾到夫倫貝爾大草原遊玩 一般都要在夫和浩特或北京京停滑中轉 號時較長 九元航空本次新開東的廣州至海拉爾航線 首次實現了直飛 僅需四小時左右 每日一班 本次新開的四條航線均由近日抵達廣州的 全新波音737800飛機執飛A 7月9日和7月11日 編號分別為B.6990和B.6989的全新飛機順利抵達廣州白雲國際機場 成為九元航空旗下的第四架和第五架新飛機 A. 員